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5日 中共高层现在内斗非常激烈 情况非常复杂 很可能随时都出现戏剧性的场面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发表了一篇文章 非常有意思 他讲到了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 段维宏 他的前夫 他来到美国了 这个前夫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马上就要出版了 记载什么 记载了他和中共高层 特别是温家宝 孙政才等 还有习近平及彭丽媛等人交往的故事 没有看到这本书 估计肯定是会引起一些重视 那么里面讲到了什么内容呢 说与中共高层有往来的中国女富豪 叫太红集团 创办人叫段维宏 这个人曾经在网上 我看过有边有关文章 都说他是温家宝家族 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 说在习近平反腐浪潮中 这个人已经被抓了 被抓了两年都没有消息 这个是很诡异的 他的前夫 就和他离婚了 这有人叫沈 叫沈栋 他写了个回忆录 叫红色轮牌 将在下周出版发行 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3号刊出对沈栋的采访 沈栋的采访 据他透露的 当年段维宏也与王岐山 习近平和温 这个彭丽媛有过交集 在中共各派系 斗争激烈的当下 这个报道意味深长 这个肯定会被 这个反这个温家宝的派系利用 如果在北戴河会议上 温家宝反习近平了 那这个事麻烦就大了 有可能就是从提 这很难讲了 这篇文章讲说是 金融时报以中国的红色贵族 达成交易的失踪妇女字迷为题 看出对沈栋的采访 多年来说 段伟红 他的英文名字叫惠特尼 以此为文明 他和沈栋在中共最高级别轮流交易 他们利用于党内一些 最高权势的家族和官员的关系 获得利润丰厚的房地产和物流项目 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股权投资 因为中共这个体制就这样 随要是在台上 随着找一些当官的勾兑 勾兑的层次越高 风险越大 获利也最大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 据沈栋告诉金融时报 在北京失踪四年 他老婆失踪了四年 潜伏 没有消息 段伟红冷然下落不明 他们不承认带走了段伟红 就连段的父母 也没有从政府那里得到任何消息 这个就是经常中共就这样 把一个人抓不承认 因为这个太诡异了 他要充分利用 利用他的打击政敌 他没有消息 才能吓唬温家宝 唠唠实实的 你不敢批评我 我掌握你的把柄 还有种可能 是不是积压期间已经死掉了 完全可能 灭口 灭口了 都可能 你像这个叶简明 到底没有消息 还有这个小简华 可能都是和这个有关系 越往上层 越黑暗 他说在北京失踪了 这个四年 说连父母都不知道 所以段伟红的老公 这个和这个温家宝的老婆 叫张贝丽 以及在2017年被习近平清洗掉的孙政才 说他们的关系都非常隐秘 他们这些人 以前都叫这个温家宝的太太叫张阿姨 爬上这棵大树 以为自己以后就能发财了 没想到带来风险了 沈栋写道 他们的交易从未被记录下来 但张阿姨在由他促成的项目中 获30%的股份 就是温家宝的老婆 原来也在这里边火力 这钱是诱惑人 人家都想要 说下一周出版的新书 红色轮盘 主要叙述什么 从1990年中期开始 认为中国企业家的黄金时代 说那时候他们享有更多的经营自由 以及随着复兴的中共 相信自己在与西方竞争对手 尤其与美国的对抗中正在崛起 这个黄金时代现在已经消退了 这个沈栋他披露 说邓小平为什么1978年搞改革开放 原来他们并不像外界讲那么高大高尚 是因为他当时认为 国家经济太困难 快破产了 没有办法 为了救国 党必须让私有志和企业家精神蓬勃发展 说中共从来没有改变 这是权宜自己 只有在危机时期 党才会放松控制 他这样一想 大家就明白 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他为了保住权力 是不是 因为现在已经有钱了 无所谓了 说此外 沈栋还介绍了 段伟红于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人私下会面的谈话 其中包括王岐山 习近平和彭丽媛 那这个就是非常敏感了 因为这个事要如果披露出去 习近平大弄就要加倍的整段位红了 如果他还没活着的话 那可能就是麻烦很大 或者是 北戴河的确存在元老 像习近平围攻的习近平 反过来要整这些 呃 老 元老爷可能翻脸 那么这篇文章讲 讲啊 他说对于这本新书 沈栋表示 自己有责任告诉世界中国是什么样的 尤其是今天的环境 说冠状病毒大流行 从中国传出去 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 杀死我们的亲人 关闭了我们曾经光顾的公司企业 他说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 更好的了解 这给我们带来这些灾难的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很可能会给我们一生 带来另一次冲击 我觉得他讲的对啊 每一个了解 这中共黑幕的人都应该站出来歇 啊 披露真情 让他垮掉 总共让他这个崩盘 因为他如果存在的话 他会下次再制造麻烦 啊 你看这次新冠搞的 就连在多伦多里 加拿大你都不安全 是吧 不定什么就染上就死掉了 这很可怕呀 所以专制政权是万恶之源的 就华尔街日报说 段女士因与前宗李文家宝的家属 尤其是张贝丽的生意网来 而在经营圈享有剩余啊 呃 这些交易在2012年纽约时报 一篇报道中占据了显著位置 这个纽约时报 它是插入了正内斗啊 中共肯定有一些 温家宝的对立派 故意放出来啊 呃 干着温家宝 但是温家宝必须承认 是中共官员当中 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官员 比较亲民啊 地震来临的时候 站在最前线 你就是贪吧 同样是贪 他比习近平强度了 我认为 是不是啊 这个是一码归一码 事实求是假 那么他这篇文章讲说 纽约时报称 温先生的家族控制 至少27亿美金的资产 但是呢 2003年到13年 担任总理的温家宝和家人 没有被指控 有不当行为 因为现在你想 当时新影片是靠 呼吻帮忙 打败了波西来上来 是吧 他不可能整温家宝 当时那个情况 现在我认为就很难讲了 到底下一步会怎么样 很难说 说从领导层退休以后 他们保持低调 就是这个 他指的是温家宝他们 不过温家宝家人的律师 在香港向媒体发声明 否认有关资产的报道 沈栋在这个文章当中证实了 张女士基本上是在 温家宝不知情 或暗中知识的情况 经营他的生意 就他不能判断 温家宝知不知道 也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也可能是假装不知道 就是很难说了 如果假装不知道 就说明他是伪君子了 假如他是确实不知道 每天就是进进行业工作 他老婆搞这事 他不是太清楚 这个那你也不能约温家宝 是不是 他怎么就可以看那些详细的账目 他哪里的世界和经历 是吧 这也很难说了 在纽约时报的文章里 段伟红否认 与温家宝或亲属 有经济联系 对不对 但承认自己温家宝家人的朋友 并与温妻张贝令女士关系密切 沈童说 沈栋说 他自己和段女士都称呼温家宝的妻子为张阿姨 以示敬意 这些商人不都是这样吗 看人有权有势 都是恨不得叫爹叫爷了 趋言浮事在中共的官场上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你看那个以前 王健林见到薄熙来 那表情我是看了很多次 后来王健林说 还批评薄熙来 他敢批评薄熙来吗 你别扯了 任何人做生意在那里 哪个官员 哪个企业家敢跟薄熙来顶嘴 顶嘴他就不帮助你的 那只能讲 也可能他心里也不是完全赞成薄熙来 但是他是为了生意 你必须顺情说好话吧 对不对 这才能生存 这很正常 就像他当时做这个棋 能盘上用张阿姨 那不乐坏了吗 张阿姨就是不用讲话 他就给你送一个股份了 是不是 那送完以后 他回家是不是告诉温家宝 这个很难讲了 或者温家宝知道了 假装糊涂 人生不难得糊涂 是不是 这篇文章讲 他说词外段威虹 还与孙正才有联系 他倒霉就倒霉在这里 也可能刚开始抓的时候 就想整孙正才 这个人秘日不屑 放起来是等着要挟这个温家宝 因为你要给他讲出来判完了就不好办了 是吧 现在就给你放在手里 温家宝每天晚上可睡不着觉 是吧 因为这种可能性 张阿姨睡不着觉 沈东先生说 虽然孙正才是北京地区的一名高官 但他将房地产项目分发给了他需要作为盟友的人 他们这一谈都是义务 他不可能自己独吞 都是分给大家各个官员 你中有我中有大家谈 前期段威虹从2000年初就认识孙先生了 说沈东说不知道自己的前期被拘留 是否与孙正才案件有关 你看来沈东这个人挺事求是的 跟他这个虚伏情况 有些老实人 讲这个事都不过头 讲的就是比较点到位置了 说在段威虹失踪前不到两个月 孙正才才受到调查 进而落马 之前孙被广泛认为是习近平潜在的接班员 习近平王岐山打击孙正才就是担心他上了以后 孙正才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 你看他在吉林干的时候 他向全国招聘听起干什么 用90多个 证明孙正才这个人 他还是一旦上了以后 搞民主对习近平不利 习近平是官二代 你搞民主习近平就上不来了 习近平担心这个 另外王岐山是不是以前和孙正才俩有低伙 在北京的时候 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么至于说这个段威虹就是牺牲品的 我就觉得段威虹就傻 你说你这有这么多的钱 不早早就跑到海外去 在美国待的 是吧 你们去整吧 到那时候他抓不着你 敢生气 是吧 留那个财产有什么用 有了财产 你看有了钱 你不能支配你的财富 人没了 人在监狱里 外外的金山一战都是你的 邓玉玲啊 而且他这个党管司法就是一句话 他说给你抓起来放十年二十年 你根本没招 到时候说根本没抓这个人 不要拿去了 你就列位失踪了 可能 也可能早就死掉了 也可能若干点以后 习近平垮台了 又放出来 披露 习近平的罪格 当年怎么 怎么折磨他 怎么给他藏起来 那是另一个 另外一个 一个故事了 这个故事都随时可能发生 连习近平 我认为他自己什么时候 突然间没有了 都完全有可能 是吧 因为这种政治制度 认真不安全 包括习近平在内 那么今天呢 还在期待节目 这下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